Hello, 終於等了大半年米茶上課 為什麼這麼多人找它呢? 其實米茶是由16種有機和野生種植的超級食物所研發的 而且每一種食品都經過科研 證實了我們身體、腸部吸收到的 而且大部分都吸收到,不會浪費的 而且這16種的成分是幫助身體很多的東西 例如不同的身體部位、營養、維他命C 它的完整性是高很多 我們看看近來有些人問的問題 幫不幫到大家想解答的問題 有人問如果頭髮脫得很厲害 有沒有幫助我? 頭髮想改善其實要吃什麼? 很多人說要吃薑黃、薑、辣木果 還有綠茶的抗氧化很好 其實兩個星期左右 你看到脫髮情況會大大改善的 除了頭髮之外 鼻敏感那些又行不行呢? 鼻敏感、鼻炎都很好 因為它是偏簡的 對於酸性的身體或者是發炎的身體 它是幫助消炎的 而且它的維他命C非常之豐富 所以如果鼻炎那些 其實你慢慢吃了 好像在吃人心那樣 它會增強你的免疫能力 鼻炎或者烤喘都有改善的 那難搞的濕疹又怎樣? 都沒有問題 之前的客人吃了一個月 看每個身體的濕疹狀況 我的客人比較難搞一點 就吃了一個月 那它說濕疹情況沒有那麼乾、沒有那麼糧 還有沒有那麼癢 因為當中它所有的Super Food 都可以針對一些炎症 就可以直接對於一些濕疹 甚至是身體骨落的發炎都有改善的 那打火鍋、燒夜吃熱氣又行不行? 嘩!這個非常之好 它有綠茶成分 可以解熱氣 而且又不怕它大寒 因為它加了薑黃和薑 所以是去濕 可以幫助睡眠 沒錯 其實它中間有B12、B6 它所有營養都算過 因為是由一個Ethan Grey的營養師 是設計的 所以其實喝完之後 你那天的心情、情緒 都會沒那麼 stress 其實睡覺都會容易入睡 那如果對眼睛又行不行? 我們都市人常常看藍光 其實這個也是針對眼睛的 兩個禮拜你覺得看手機的眼睛 沒有那麼累 沒有那麼蒙擦擦 甚至對於一些眼睛 需要多些營養 做完眼部濕水 都可以吃的薄餅 這個比藍莓更好 那它還可以幫助到身體什麼呢? 當中它有很多不同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它裡面的Super Food 就是可以令到我們的Energy方面提升 如果做運動 甚至是需要體力勞動的人 人都會精神一點 好像覺得人心方面有提神 還有有補氣的作用添加 還有每天一、兩斤就可以搞定 而且它是全部由真正的食物 是研製出來 就不是一些藥丸製的 是一些假的食物 這個就是會純正一點 還有它的營養素 會比起普通的食物 是會高很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定要試Midja 因為我們今年是不會再回家了 一般的綠粉不同 它是不會有草青味的 因為是加入蜜瓜和荔枝的 我覺得吃起來好像有些荔枝Smoothies的感覺 另外它還加入了薑黃和薑 就不會一點都不會汗 對身體非常之好好 這個冬天大家可以試一下 飲用這個Midja 做對抗這個冬季的流感 我真的想要去旁邊 因為我們在這裏 對抗這個冬季的流感 這裏會進行的 都不會有融运 都不會有戶口 我們在這裏 感谢观看